欢迎来到卡路里兄弟 我是茂青 茂青今天来到了贵州 今天大概开了300公里的路程 和这台非常有话题性的车一起 领克09 领克09是目前领克的旗舰产品 也是尺寸最大的一款车 一台车长超过了5米的6座 或者7座的3排座车型 而且它是领克品牌第一款 基于SPA架构打造的车型 SPA架构以前 但是哪些车型呢 沃尔沃的90系列 沃尔沃的60系列 以及吉星1 所以有的小伙伴会戏称 领克09是领克版的 沃尔沃 XC90 我觉得这个说法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而从我自己的角度 以及从厂方的角度 认为这台领克09 最大的竞争对手 传统品牌来讲 丰田的哈拿达 新势力来讲 理想万 相比于丰田的哈拿达和理想万 我觉得那两款车呢 更适合中年人 其实更沉稳一些 而这台车 其实整体的设计 是要更感性 更年轻的 今天拿到的试驾车呢 是一台2.0 HELLO版的 米海夫版的车型 直到价格是28.59万元 选装了一个 1万块钱的豪华身上包 所以说 这是一台货真价实的 所见即所得的 价格在30万以内的 领克09 先聊设计 刚才我说了 这台车相比于理想万 以及哈兰达更年轻 其实侧面就是它一个 非常好的印证 领克呢 称他们09的车主 叫Captain舰长 其实侧面真的 这台车非常有这么一个 游艇的比例 以及豪华感 而且我们拿到这台车 是完全的一个 黑化的版本 除了黑色的车身 包括这些试条 包括这些试板 也都用上了这种 磨砂黑质感的配色 其实整体来讲 真的是非常有质感的 这么一个设计 而且同时 它又是兼顾了实用性的 比如在这个配置上 轮毂是20英寸的 没有为了极致的视觉效果 来牺牲它的公路性能 或者是牺牲它的一个使用成本 侧面呢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体现出这台 领克09 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比如在后视镜盖上 是有这么一个NFC标志的 证明它是支持了多种进入车的模式的 它可以提供卡片钥匙 可以提供传统的钥匙 甚至还可以提供穿戴设备 让驾驶者或者车主 来开启这台车 来解锁这台车 为什么我们先说了 这台车的侧面设计 再说车头设计呢 因为侧面完全是表扬 而车头我会受到一些争议 昨天呢 我跟我的一个开领克02的小伙伴 说我来试驾09了 他说这台车应该多拍侧面 因为车面非常漂亮 而他觉得车头的设计是不太好看的 09刚刚亮相的时候 有一套图 这个前面的格栅是镀铬的金属格栅 然后是这样直扑式的设计 那套图里边 这台车的前脸看起来的确是 过于的前卫 并且引起了一些争议 不过我们今天拿到这台试驾车呢 前脸头要是做了一个 整体黑化的设计 在这个下面 其实整个的直扑式中网的 视觉效果是被弱化掉的 和侧面一样 它做了一个完全的黑化效果 其实这么来看呢 这台车前脸还是很酷的 至少我个人观点认为 实车绝对比照片要更漂亮 再看看领克09的车尾 我觉得车尾也是有两个 比较体现它豪华感的地方 首先是雨刷 做了这么一个隐藏式的设计 其实是非常的花心思的 然后整个领克的字母 被嵌在了这个尾灯的灯具里边 其实也是一个 比较有高级感的设计 而这个尾灯呢 其实整个造型和极客001 是比较像的 可以说也是在整体的家族设计上 做出的这么一个优化 做出一个迭代升级的设计 车尾的下半部分呢 其实可以看到是一个双边四处的排气 以及一个扩散器的装饰 这个地方我觉得领克 应该推出两个版本 这个造型有点过于运动了 虽然这台车主打的 整体的感觉是年轻的 但是比如这个地方 就做一个更有高级感的 排气的装饰 其实我觉得更符合大家的审美 来到领克09的车内 先吹一波 它的整体的质感设计 以及用料 绝对达到了豪华品牌的车主 而且别忘了前提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这是一台指导价格不到30万的领克 先说领克09车里边 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 这个贯穿了它整个设计的 铝材的试板 视觉效果也非常好 在车里面看到这块试板的感觉 就像走进了一套精装修房一样 而这个试板就有点像 精装修房在餐厅的中间 那张非常漂亮的餐桌 领克09车内设计的另一个核心是尽量减少它的实体按键 所以说他们在车内用了六块屏幕 数一下 有HUD 有前面的仪表盘 中控大屏 而空调控制区域 按他们的定义 其实是三块屏幕 这个地方的这个按键 以及中间的这个空调调整的 确实是两个触屏 都是支持滑动以及功能的选择的 仪表盘呢 其实是在这个位置的一块 非嵌入式的屏幕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可以再优化一下的 因为这个遮光照档的这个屏幕是看着有些奇怪的 并且这个屏幕的黑框边感觉稍微是宽了一些的 另外呢 领克09车搭载了驾驶人疲劳监测系统 所以呢 这个地方是有两个摄像头对着驾驶者双眼的 而它的整个方向盘的调节范围朝上的调节是 不能超过这个线的 以我个人的驾驶习惯来讲 这个方向盘调整的最高位 其实比我的使用习惯要稍微低了一点 花了一万块钱选装的豪华升舱包带来的座椅绝对是非常的香的 整个的皮质触感是非常的好 然后座椅支持16项的电动调节 支持加热 支持通风 支持座椅按摩 而且座椅按摩的手法还很多 同时呢 在这个选装包里还为后排也同样的提供了分区的空调 提供了座椅的按摩 提供了老板件 我觉得这一万块钱花的是非常的值的 而且一个好的座椅 真的也是能够非常提升车类的豪华感的 那第二排六座版的领克09 那第二排是提供了两个独立的座椅 这个座椅啊 座椅的宽度是非常的棒的 比我之前体验的理想万 我觉得至少从座椅的宽度 以及这个座椅的舒适性来讲 是要更高一个层次的 而且可以看到 整体的空间表现也是不错的 西部空间是超过一拳的 然后头部空间也是非常的开扬 从功能性上来讲呢 首先这个座椅支持一个非常大角度的抚养 基本上是可以把它躺到 放在第三排座椅上的 然后选装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身上包之后 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这种航空式的头枕 是支持一个三段式的折角调整的 如果在长途驾驶 长途行驶的时候 坐在第二排睡觉 这个地方会对头部有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这台领克09呢 是四驱的车型 所以说不可避免的中间是有物理的传动轴的 所以说后排地板的整个隆起 明显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这肯定是相对于电动车来讲是有劣势的 不过呢领克做了这么一个处理 这个地方既然已经有隆起了 它就把整个车身做了一个 剧院式的布局第二排比第一排稍微高一点 第三排再比第二排高一点 所以说通过这个隆起到进入第三排通道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通道其实变得更高了 领克09的整个第三排 我觉得定义为应急乘坐是比较精确的 聊了设计聊了空间 第三个要说的就是交互了 领克09搭载了高通骁龙的8155芯片 在芯片有足够的算力 而且有足够的冗余算力的情况下 它们能够把整个交互做得非常的炫酷 功能性非常的多 所以说这台车有大部分的功能 都是通过这个屏幕或者是通过语音指令来完成的 整个领克的车机系统的界面设计 我觉得是非常一流的 非常适合深度把玩能够给使用者带来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当然了非常多的功能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和了解 今天这种简单的试驾其实我还没有完全把这套系统玩够 我之后拿到试驾车其实再和大家来深入的聊一聊它的交互 好了我们就把这台领克09开起来了 首先上车就给了我一个惊喜 这个安全带是带预警功能的 印证了我们刚才说的这句话 真的配置非常高非常的豪华 领克其实一直是一个以动力为卖点的品牌 在这台领克09上的更得了一个升级 领克09其实全系都是标配的混动系统 我们拿到这台P-Hive版本是2.0T加上48V的轻混系统 另外还有P-Hive版本就是2.0T加上插混系统 那台车非常厉害 百公里加速能够做到5.6秒不过 今天比较遗憾没有能够体验 但是这台车的动力我整体开起来是非常的满意的 在整个程序里面用起来它非常足够 然后在高速上超车也非常的跟脚非常的丝滑 所以我觉得日常使用这个版本就足够了 如果领克牌照有一些需求 对动力有一些需求 当然领克09能够给你提供更高阶的P-Hive版本的车型 另外的一个惊喜呢 其实这台车的一个越野能力 它提供了大概有8种价值模式 除了普通的经济舒适运动科技化以外 还提供了4种越野模式 有一点路虎的意思了 其实我们今天去了一段烂路是真的是非常理定的路 在我进去的时候我是没有打开它的越野功能的 那个理定的路已经让车辆有一些可控范围内的滑动了 然后在出来的时候 在教练提醒一下我就打开它的理定模式 明显至少和进去的时候 车给到我的驾驶状态是不一样的 不能说它有非常硬核的非常棒的越野的能力 但是具备一个比正常的城市SUV更好的脱口能力 更好的脱口能力 其实也是这台车的一个特点 另外要说到领克09的辅助驾驶系统 其实这台车是可以选装一个更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的 但是我们没有选装 而且其实我信任车机的程度也就到一个比较初级的L2辅助驾驶系统就到了 就是在高速上它能够用这套领航辅助系统帮助我减轻一个驾驶的负担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里头我现在就在开启这个状态下 这种高速的在一些幅度的弯道可以很顺滑很丝滑的通过 而且配合它HUD上的导航显示 我觉得整个在高速上的驾驶是非常轻松的 而且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的开启也非常的方便 现在放盘上有这么几个带力反馈的电容按键 在中心按键按下去 只要在左边 它默认是在一个高级领航辅助下面 其实就已经开启了这套系统 然后通过上下的电容反馈按键来进行一个车速的调整就OK了 当然你在没有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左右切换 就是可以切换到比如只有车道领航 或者是只有一个限速的模式 我觉得整体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有人会说这个电容触控按键 可能也是需要花时间来学习的 这一点我承认 但是用上这样按键之后 它能够支持更多的更自定义的功能 整体来讲是让车辆的功能更加丰富的 而整体的驾驶质感其实我觉得这台车是一个比较符合我的驾驶习惯的车 舒适模式下我觉得整个方向是稍微松了一点 稍微的轻了一点的 整个方向我比较喜欢把驾驶模式调到运动来用 这个质感是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一个个人习惯的 然后我同事给我说 他觉得在坐在后排过解速带的时候车辆有一些跳动 其实反而这是我比较更喜欢的一种状态 大部分这个尺寸的SUV调的都太软了 真的就像一艘大船一样 特别是在那种环形的车库里就是荡来荡去的 而这台车能够给到一些有韧性的回馈 我觉得开起来真的是更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我是放心今天就简单的体验了这台领克09 首先提两个给领克的建议 第一是这一套仿生学的分体式车灯的加速设计语言 差不多用了五年了 确实应该有些突破 应该有些改变 有些新的尝试 其实在09上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然后第二是为什么领克06过了是领克09呢 证明他们还是没有把这个怎么命名想的特别明白 现在通过车名我不太能够确认这究竟是怎么的一款领克产品 就是说它的定位是比较混淆的 如果他们能够重述一下自己产品的名字的话 我觉得消费者能够更容易的通过车名就知道这台车的角色 这台车的定位 好了言为正传还是说一下车的本身 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一台实打实的 直到价格在30万以内的领克09 30万以内给到了你这么多的配置 这么豪华的感觉 这么棒的驾驶质感 我觉得真的是30万以内 无论是自助品牌还是合作品牌 就绝对是最能打的一台车 甚至可以不佳之一 至少如果有人来问你买领克09还是买风天海兰达 我会毫不犹豫的推荐这款车 我是宝青 感谢您关注卡路兄弟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